老二 你干嘛 你瘋了 你老二 老二 老二 你不用死了 我去相亲 陈小姐平时都喜欢 做些什么 刷刷韩剧 看看B站 这些你都看不上 韩剧 我印象最深的应该是 姓浩 老片子了吧 其实你不用 非得跟我聊韩剧的 不用勉强自己 你这么说我反倒紧张了 我为什么喜欢这部剧 是因为 它把时空幻想和现实问题 结合得非常好 特别有爽感 爽得又不廉价 所以我觉得非常不错 我还以为男人 只爱看美剧呢 不瞒你说 我还喜欢看偶像剧 还有宫斗剧 我不是很喜欢烧脑的 因为我们当老师的吧 平时在生活里头 都得紧绷着 一崩就是一天 回到家里就不太想 再继续严肃 继续思考那么多问题了 对于那些轻松愉快的事情 都比较享受 挺好的 要不然 您看一下菜单 让我从你喜欢吃什么 先开始了解你 然后我们再聊聊天 看你喜欢听什么 看什么 哎 怎么样 不怎么样 个子矮 还近视 评论也不怎么 那人可喜欢你了 这个月KPI完成了 我会屋 为什么屋啊 过来 你看啊 这个 一星期俩一共八个 一个月的俩 这个红色呢代表总体优秀 绿色代表呢 总体不怎么优秀 但是个别条件优秀 哎 就这个刘允昊 不戴眼镜啊 个子也高 要不然给她约在 后天 好不好 你要是累的话 下星期也行 行吗 那英语老师也挺好的 蠢蠢蠢的 她要是喜欢我 我就再见你她 行啊 见她也行 但是别的也别耽误啊 你疯了 你那群中年妇女 要是互相一通气 我不成交材两只传了 哦 那也是 行吧 那就再给老胡的侄子 一次机会 但是你们要是再见了 还是拿不准的话 那就怕死了 互不耽误呗 就这么说定了啊 这家书店 我之前就经常来 所以我把你带来这儿 想让你再了解我一些 谢谢女孩今天愿意见我 我跟你说实话吧 其实我妈给我安排了一个班的相亲对象 我真的是 不过至少跟你聊天 我那么讨厌 你这是在夸我 还是在骂我 算是夸吧 但是 不是你想要的那种 我喜欢你的坦率 我今天 想要让你见我也有自己的原因 我想和你聊一聊北京 你也知道 在咱们这儿 像你这样的人不多 那你离开北京 后悔了 我把最美好的时光 都留在了北京 你问这个问题 就好像她在问我 我和我的初恋分手之后 我过得怎么样 你的初恋在北京 我当时离开北京 就我一个人 没人送我 我记得我坐在火车上 看着窗户外的电线杆 一个 一个地向后退 我对自己说 我一定会回来的 你说的那个场景 我也感同身受 我现在过得挺好的 一切都很顺利 只是有的时候 我还是会想她 你说的是北京还是初恋 都有 那你有没有想过 如果你要是没离开的话 人生没有如果 只有结果和后果 那你会想到 那个北京 博物馆咱也看了 好女孩也嫁人了 没什么好惦记的了 惦记了也是白惦记 不惦记了